hello姐们都说来三亚一定要去逛夜市 就是又好看款式又多又便宜 这我昨天没有忍住去逛了一下 买了好多小裙子小吊带什么的 还有这种小包包 但是你们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砍价 就是砍得越狠买得越爽 我感觉我砍得还是不够 买回来之后摸了一下 这件衣服的质量还都挺好的 有着地方是不给试穿的 当时也不知道穿上好不好看 嫌不嫌胖 今天呢我打算统一来试穿一下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来玩的话 就是买什么样的款式是不会踩雷的 开始化妆 我这次来三亚呢 除了就是玩啊 然后拍一点视频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就是给你们去测一件这段时间的新品 就比如说 克拉姐他们家刚刚出的这个新品分底液 就是长这个样子 嘿嘿大家用过没 我应该是第一个给你们测的 主打的是根据不同的肤质 来帮你选择合适的分底液 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皮 你就去买对应的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混干皮 所以说我用的是他们家的原生品 黄100W01 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流动性还是挺好的 然后是像那种添奶油一样的 摸起来是那种像丝绸一样的触感 推的时候是那种特别滑 特别润的 然后也有一定的覆盖力 质地我还是挺喜欢的 咱就不用粉扑了哈 时间抹开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真的太润了 哇哦 我感觉它是有那种 麻生好皮的那种清透自然的感觉 它是挺不错的哈 我没有用粉扑就直接推开的 没有卡 这个是克拉奇和春南老师 专门合作的定制的粉底刷 用它上出来的那种底妆 就是超级轻透轻薄 而且这一瓶粉底液 他们上了很活了 研究了一个叫 3D液转膜 所以说上脸就像涂乳液一样 就没有什么粉感 上脸之后不仅更贴富 而且还有一定的韧性 整个粉底液是牢牢扒在脸上的 确实感觉它跟普通的粉底液 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这次来三亚给你们测 因为其实三亚是属于那种 又热又潮的 就是一般的粉底液 如果不好用的话 很容易被打回原型 像我们团队的女生基本上来了 就是脸是那种又油又干的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带过来的粉底液 就是卡的不行 然后还容易脱妆 我那天用这个粉底液 去直播了一整天嘛 我感觉好像跟我在 就是南京是差不多的 一贴下来那个妆还是比较完整 就这样对比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上完妆 我感觉整个面部的云浮度还是挺好 然后脸上的一些毛孔痘痘 暗沉啊也能遮盖住一点 感觉是像开了一件磨皮一样 就是那种原生好复制的 微微光泽感 而且你们看我像这样 不像不像这样 他都没有看纹 用完妆我感觉这个瓶 真的是肯定会炸 不愧是克拉奇和春兰老师的合作 还是有点水平的 这个妆效真的是越久越自然 越久越好看 好喜欢 化完妆了 现在我把我的这件衣服都试一下 这件是第一套 是一件就是那种 微微的偏粉的一个碎花瓶 很适合在海边玩 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会稍微有一点肘光 大家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点 比方显瘦 还不错 第二件是一个像这种水墨花一样的感觉 我挺喜欢这一件的 但是我完全拉不上拉链 然后我感觉应该是个S码 我得穿M码甚至L码 后面这么大 拉不上 这也是多瘦的人才能穿呢 但是真的还挺好穿的 这件淘汰了 第三件 这件 这件是整个里面最便宜的 大一个头巾吧 怎么样 再搭配一个头巾 哦哦 想放吗 想不要 普通 哈哈 最好适合去那种沙滩那边拍照 而且当中彩色还是挺出片的 最后一个是这样一个小吊带 我搭了一个自己的跟在普通 感觉有点普通 嗯 普普通通 没啥去 可以自己在网上面买带过来 大家觉得哪一套就是我买的最值得的